来自水电的康法集团 在在买到生涯风区建立 半桌地生涯所需要的空气 领域再生核部新墙 在十何早新墙开用 未来将提供到300个就业机会 感谢关注王张良 也请自告知来祝贺 关注王张良表示 加以科学风区 随着台机电导致行件 两座科学先进方正称 未来将成为串联中科 与南科风区的 半桌地生涯 苏妞进一部 中华三部科技浪台 实力带来京都的就业机会 带动给予的欢迎 尤其在半导体的工厂里面 大家知道 经常要做无程式 所以很多空气 必须要完全的洁净 所以他们在半导体里面 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已经有50年的公司 而且他们的产品在全世界里面 那在AMC是有领导性的一个地位 那这次在马筹后的一起 大概投入5亿的资本 来筹上这家公司 那大家知道实际上加以啊 这个COWAS来了以后 那开始有半导体产业进驻 那我想加以所办理的角色 倒不只是加以 因为加以是中科跟南科的中间 那交通也非常方便 所以基本上在整个台湾这么小的状况底下 这个供应链彼此之间的连结啊 那是非常的方便 那加以刚好扮演重要的位置 那很多的半导体相关的供应链 陆陆续续会进来 那所以我想加以未来的发展是看好的 那我们也希望在整个西部产业的半导体产业里面 加以可以扮演一定的地位跟角色 那我们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也带动加以的繁荣 台湾康华中平日林青军标识 康华在2013年 就在台南新市来设立港策 一个防部中心 20年来后部半导体策策 相信在管党长梁的大名下 大家未来10年 中心为半导体不可发展的所在 Canville 台湾康华股份有件公司 在2003年在台湾成立 那2013年呢 我们就已经成立了化学滤网的 再生服务中心在新市 我们在20年当中 已经服务了很多的台湾半导体厂商 而且我们在台湾最大的半导体厂商 我们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那在未来的10年 我相信在工县长的领导之下 嘉义会成为一个半导体供应链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投资呢 可以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给台湾的这些半导体业呢 能够形成一个存聚效应 那未来在嘉义地区 会来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半导体供应链 谢谢大家 托法公司在买到后 橫区投资5页建计生产设备 将作为台湾的主要生产基地 生产半导体没有定时使用的 过理器材 未分出过理设备 空气流氓 定定的申品 提供南科以及加科方区 半导体三业使用 未来将有更多半导体三业的 卫生企业建筑买到后 空气成为新兴的共产人骨肉 细心事物炒民众 露草香 彩虹不得 你知道学校是什么东西换新的吗 对啊 各有新风换气系统 近前的地方都会油 油油油油油油 一油一油 近前的车 放太多的整个流出来 现在可以放比较多 然后置物空间比较大 你会不会过敏 会 这样的新风换气系统之后 就好很多 而且也比较不容易打瞌睡 考试一百分吗 呃 成绩有提升啊 我敢学新的草草 因为新的草草很好跑步 跑步超舒服的啦 小孩同 form하기 在一起 过温量的大家都出来 在她的现在 它以组选一个 生育 lig 帮人那野恋 有提升 那你的身体 可以在学习 也就给你一样 拉索 撤得 因为新的手机 这些手呢 不ط 看着那种 这个不过 快樂奔跑 嘉義 我的家 教學環境 全面家